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很难得的是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呢 都有两位来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着所有观众朋友来一起做这个深入的探讨 而每一次找到呢 不管是说年轻的朋友啦 或说在在地的这个创业家 或者是说二代 但是承接我们的这一些传统的老店 还有这些文史工作者 每一位呢真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都是看看儿谈 而且呢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 我们常常都觉得说 我们地方之所以为这个希望的好处 都是因为有所有努力的这个原因啰 所以呢真的很希望说我们观众朋友可以邀请您 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一集 又为您带来哪一些精彩的节目啰 好 今天一样呢为您邀请到这个帅哥啊 真的是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而且呢 刚刚跟他在节目开录之前 稍微聊一下就觉得说 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年轻朋友 那就是我们在新开店的这个 五项咖啡店 五项咖啡的这一个张嘉诚老板 来嘉诚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嘉诚我们说这个因为新开店啊 对 五项今天 我们现在播出的时间应该是12月左右 嗯 那差不多是开了两个月 到那时候对 嗯 差不多两个月对 诶各位先来聊一聊说 怎么当初会想要在淡水这个地区 能够来开一家这样的咖啡店 嗯 其实因为 嗯 自己也是淡水从 在这里长大的 从小就是在这里大概快30年了 那一直其实都很热爱这一块 这一片土地 那我觉得 既然我热爱他 我也想要为他做些什么 那 其实淡水是充满艺术跟人文的地方 嗯 那今天我想要留在这里推广这一块 然后让不只是我们年轻一代的 呃小朋友或是年轻人了解 也让外地人了解 淡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嗯 对啊 确实就很多的观众朋友 或者说很多的我们之前采访过的来宾啊 其实都有讲过说来到淡水 就淡水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魔力 就是会这个土地会粘人的感觉 对所以你只要一过来这边 然后生活了一阵子之后 欸你就发觉说被这块土地给黏住了 你就不想要离开了 对啊 嗯 你本身是做咖啡餐饮相关科系的尊业吗 我大学的时候是主修运动行销 运动管理 对那在这之前 因为有曾经在咖啡厅打工过 在那个时候就有萌生开店这个想法 只是还没有一个方向 然后当我出社会之后开始 看尽百态吧 然后开始慢慢觉得说 这块其实对我们后代人或是现代人 其实是很重要很缺乏的一块 在人文这一块 那我觉得 然后后来因为其实对咖啡也很有兴趣 那我觉得做这样的结合其实是 很容易让人家走心的 对 然后我就在之后去做咖啡这个行业中 然后当这过程我也在进修 然后在自己到开店的时候 就是把它融合在一起 嗯 对 OK 所以你是本来是运动行销相关科系 对 欸运动行销都是做什么 什么方面为主 好像在满 现在满热门的对不对 对因为这几年来其实是一个 在走上坡的一个行业 对对对 不管是国际上或是国内也是 对 那就是大家对于运动意识的抬升 然后我们主要活动都是 我们主要工作都是在帮一些 呃运动厂商或者是企业规划 可能运动日或者是品牌的宣传 行销活动的举办 对 然后或是周边商品的设计等等的对 是因为我知道之前几年啊就很流行 譬如说像什么 每一个大的运动品牌都会办这些路跑活动啦 对对对没错 什么一些这相关的这些活动 那其实后面也是运动行销在推波助来 对没错没错 因为这个工作其实是要非常一个长时间的去策划这些活动 对所以我就会有一些行销我们这些行销团员就必须策划这些活动 然后举办这些活动 对对没错 嗯OK 不过拉回来我们想是说 您开的这家店叫做五项啊 对 诶怎么会有那么特别的名字 是因为这店纸就是在五项内吗 广义来说是这样 可是因为我其实自己有一个习惯就是 因为在开店之前我很喜欢跑咖啡厅 就是各店都会去跑 那如果说我遇我喜欢咖啡厅之后我就会常去那一间 然后慢慢就其实就变常客了嘛 那常客 有有会遇到其他的常客 对 然后开始慢慢就会想说那去之前就会想说 哦今天会遇到 遇到谁谁谁 那你会发现有谁 这个台语念起来就是五项 哦是 对然后五项的这个五旁边我加了人字旁 对 就是人 嗯哼 对跟人是有连结的 OK 对 所以你的那个五是有人字旁的五 并不是因为我当初拿到你的名片我觉得很特别是怎么会用那个人部的五 对他 很好奇说今天会遇到谁五项的在这 对 对 OK所以说你等于是利用这样的一个咖啡店的氛围然后来邀请可能很多的常客啦朋友啦来到你的店里面对互相的在做交流跟认识朋友对没错 好那你过去你说你有在咖啡店这边打工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什么样的因缘忌讳像觉得说啊不要再再继续帮人家打工想要就是自己来开店还是你当初就已经想好就说你就是要开店了对 对其实好就讲比较不好意思就是其实去有时候去别的咖啡厅工作是有点像在过水可是就是慢慢找到那个自己想要经营的那个确切的方向 因为我觉得咖啡厅其实是一个很好人跟人产生情感连结的地方不管是对熟的人或是对不熟的人那其他就是在同样的一个空间大家在享受同样一个氛围那其实是会有很多的共鸣的对没错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想要打造一个这样的空间然后在这个地方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创造很多的不可能 嗯对啊是很多的更多的发展没想过的事情可能就会在这边发生对没错因为在这个过程这一个月来其实发现很多有趣的人那在大家聊过之后其实大家都是一个蛮有理想蛮有抱负的一些年轻人那有机会也很想要跟人互相 跟他们合作对那这其实就是一个 呃等于说大家这个平台提供大家很多的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人 然后大家也发展也有更多的不可能这样对啊 嗯哦是欸其实这蛮特别的欸欸其实我们就常常在讲是说对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连结啊就像刚刚我们的这个嘉诚有特别提到是说 咖啡店这样是一个很特别的场域喔因为常常我们也说啊就是到咖啡店喝咖啡有没有我们常会讲说啊我们来喝杯咖啡吧 其实熟与不熟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跟行为然后到时候产生一些互相的交集 对啊没错没错 欸那你自己你有讲过是说你之前你很喜欢泡咖啡厅那有你心目中最喜欢那种咖啡厅的氛围现在在 五项里面已经有慢慢的成型了吗嗯有其实因为我喜欢的东西很有可能因为随着一些想法会有一些些微的调整那我今天打造这个地方可能只有我心目中的八成而已那在这在往后的日子说我会再慢慢去新增这些东西然后让这个空间其实更舒服的其实其实有客人跟我说不用再多了啦这样就够真的吗蛮多客人会这样说其实很 很舒服的地方对啊但是好那拉回一个比较现实层面啊没错因为今天加成来加成我先请教您今年几岁方便80年次19912727岁哇还不到30岁的年纪但是现在当然就是run一个咖啡厅那也是自己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开店一个多月快两个月时间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当初没有 没有预想到就是比较好的或是坏的都可以就说可能这件事情你当初没想到然后反而开了店之后哎好善的力量一直进来就像你刚刚讲是遇到认识很多更特别的客人可能已经变成是你的粉丝可是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啊原来当初开店根本没想到是很负面然后你要持续的也许是工作太长啦或是原来要花很多钱有这样吗 哦其实会这样想可是因为就像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哦怎么会成本要一直拉一直在提高然后时间其实发现自己没有太多的休息的时间 可是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种东西我把它转换成一个角度去想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挑战那如果说你一直把它觉得往负面的情绪去走的话其实很容易让自己一蹶不振啦对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挑战那其实到目前为止处理的状况都还很顺利对啊那我觉得转换一个心态其实就没有问题 确实因为我们常常就讲有些年轻朋友可能会觉得是说我很喜欢想要开店做生意自己当老板有一些这个女生可能也觉得说想开花店想开咖啡店但真的很辛苦啦其实就是说开店做生意是不容易的事情你自己刚刚有提到是说这个工作时间很长对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你这样一天因为我看 看到你们的开店时间是从下午的1点半到晚上的12点对好那全都是你一个人负责吧对其实都是我自己人负责对因为好那如果说像我1点半上班的话我会提前半个小时到店里准备东西那在提前到店里之前我可能还会再准备其他的东西那我可能一天就是早上9点多10点多起床开始在弄我关于我店也说的事情然后12点下班之后开始收店嘛 那收店大概半个小时那可是收店完因为我其实上班的时候有时候会没有时间去谈其他的可能跟其他店家或是其他公司活动的合作我觉得他们其实厂商也很配合我就是在我可能收完店之后再去谈的可是谈完通常已经两三点三四点之后所以我通常都是看日出睡觉看日出睡觉在才回床上睡觉休息的对那看日出才回床上休息的那早上你刚刚又讲说 可能9点左右又要在起床准备开店做生意 对那真的一天里面24小时你可能20个小时都在工作而且白天还要在顾店然后泡咖啡啦清洁收拾等等的 你没有请公读朋友吗 我有只是因为我现在还是刚开始的阶段所以我是慢慢要训练的 对如果之后慢慢的稳定之后相对我可能就会可以处理其他 其他事情的时间就比较多对啊 哇这真的是也是不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的朋友然后回来到家乡做 开店然后来想要打到自己的一个这个有理想的一个地方啦 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是说开这一家咖啡店对你来讲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好像过去你工作的地点都是比较在台北市啊在这个都市 那可是你本身来讲从小到大都是淡水人 这间店的意义吗 因为我其实像我会选在巷内的原因其实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大家找咖啡店也是一种热趣 然后在这个地方之后其实我觉得很好玩的是大家都会来分享跟我说他们找咖啡厅的过程 找我这间店的过程 怎么来到你这边 对对对然后可能又是被地图乱带去那里 然后我说我都会回答他们说那好玩吗 说还蛮好玩就很有趣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乐趣然后这间店在那个位置或是我开那间店的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创造 因为同时我有在推广淡水在地的文化 那我也有一个 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叫做亚趣创意工作室的行销团队 那我们有在做关于淡水在地的一些店家想要建立一个联盟 然后我们要把淡水特色店家推广出去 然后希望可以带更多的人潮进来淡水 然后同时也传达到我们淡水所有的特色人文艺术这些东西 对这是我们短期内的理念啊 对你刚刚在录影之前你也有聊过 就说其实好像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就是你们这一群的这个联盟的人 就感觉到说最近两三年三四年时间其实淡水的地方 你们有感觉是游客变少了 那但是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都往外流失 对因为流不止 因为说真的都市的发展机会是真的很好 没错 比较多 对发展机会多 然后工作机会也多 那相对的我们淡水其实就很像会 我们偏向的就可能会好像被孤立一样 可是我觉得今天是因为我热爱这一块土地 那我不想要因为这样子然后丢下它然后自己出去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 因为这个地方是很重要 因为它伴随我整个快三十年的所有的过程 对然后我留在这里然后想要把集结那些 对这一块土地有热爱有热情的人 年轻人或是长辈都好 然后我希望集结起来 大家一起来认真做好这件事情 就像我一开始在开店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木块 你应该有听过一个木块跟一捆木块的那个故事 一个木块是很轻易折断的 那当一捆木块聚在一起的时候是不容易折断的 对那我希望这个团队是像那一捆木块一样 对然后我们一步一脚印把这里做好 然后推广出去让大家知道 ok 对这一点是你们现在 因为是从小在淡水生长 所以说可能对这块土地是有热爱的 但是你们联盟里面的成员也都是在地的淡水人吗 目前是 对都是对啊 ok 然后或者是说 其实我们没有限制说淡水 一定要淡水人或是之类的 那我觉得你只要 你只要够热爱这块土地 你只要对这块土地有抱负有理想 我觉得都很好 都很好 是 ok 所以真的 我想真的年轻的朋友有很多的创意跟想法啦 那也希望是说能够在这个 已经很成熟很完整的开发的这个土地上面 有更多注入不同的一些思维来做更多的行销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拉回来我们也讲到是说在五项的咖啡店里面 其实你刚刚有提到是说很多的这一些喜欢 乐爱或说想要找咖啡店的人 然后呢他就按图搜索 然后来找到五项对不对 对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是说你自己心目中你喜欢 你觉得定义说一个舒服的咖啡店是什么 那还有就是那五项在这边跟其他人的咖啡店有什么不同 是咖啡特别好喝呢还是环境特别舒服还是音乐选的对 还是都有 好不要脸一点就都有 好因为我咖啡其实是我请一个老师帮我带红的 那柜单位其实也有访问过他 对然后 ok 然后 因为他的 我很喜欢他冲出来的风味 然后 还有他豆子挑选的那个品质 对 那 再去调整之后其实 我蛮 接受到蛮多客人说是很好的 那 我觉得蛮开心的 至少因为 因为 因为其实也是在帮助 我们那个老师他 也帮他在推广他这个咖啡 对那同时我也在推广 我从出来咖啡的品质 对然后 还有环境我觉得就是 因为其实我就是 我去跑咖啡厅我也是喜欢跑那种 就是很舒服 然后 可能有点古色古香的 对 因为我店内的装潢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那种感觉是非常 非常清静的 对非常清静的 就是我感受到的是这样子 那 还有音乐 音乐是其实是一大重点 因为 其实到咖啡厅去就是大 我的主观想法就是想要舒舒服服的嘛 嗯哼 然后听的音乐就是希望可以很 清幽的 或是 不会有那种 很吵杂的声音 像我听的是比较 后现代摇滚 那后现代摇滚它的 它的音色 它的音就是没有歌词的 那它就是纯音乐 然后会随着鼓声或者是吉他和弦的声音 慢慢启程转合 对然后 其实这个音乐是很容易让人家投入进去的 嗯 因为我那时候有跟 呃因为我们那边也有一些音乐的人 就是玩音乐的客人 那其实来到这里都发现很特别 因为没有 比较少有咖啡厅会放后现代摇滚的音乐 嗯 那他们来到这里其实他们说就是 真的很投入这个 这个整个环境里面 对啊 嗯 我满开心大家有得到这种认同啦 对 对啊 欸这我觉得有点不简单 就是 你说才开店两个月不到 但是好像 你的店里面已经聚集了蛮多的 对 这些消费的朋友 对不对 那也算是大家给你的一个肯定 对不对 就像你刚刚说的 那我再请教是说那 呃对于你之前这个运动行销的部分呢 一些专场啦 有 发挥到你之前的一些这个行销的特长来 宣布这个五项吗 譬如说我们透过 可能像现在很流行 譬如说用脸书啦 用什么lightate啦 或是等等的部分 有没有 什么你觉得是 这一次你做的还不错的 那也可以跟 有心想要创业的朋友来分享一下 像行销这个东西其实 你只要跟别人不一样 其实就是创意啦 嗯 因为你如果你随 随波族有跟着社会趋势走的话 其实很容易被 一些 埋没 对被埋没掉 然后 因为像我 我其实虽然说我 我行销出来的 然后 可是我在这间店做的行销 其实并不多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 行销这种东西是经过包装的 嗯 对 然后 我走的是口碑的 嗯 对我希望 因为我宣传的其实也真的不太多 那 就是靠大家来过的人 然后出去推荐或是什么 然后 或是他们如果有任何 关于我这间店啊 或是我 菜单上面所有的东西 产品上面的问题 其实 问我都很愿意分享的 那当然就是想要把 这些东西传达给消费者之后 希望消费者认 呃 希望消费者可以认同 那也希望他们可以把 这个好的东西再散播出去 嗯哼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快产生一个 这个 就像我说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结 是很重要的 那我觉得这个方式是很快的 而且是 蛮方便的一种方式 嗯 OK 所以说其实 做口碑啦 对真的就是 持续的累积下来 不要说爆红爆起爆落 对 有些时候你 除非你卖的是这种这个素食产品 或者说你就是想要 撈一票就跑 不然的话 真的做口碑才能细水长流 长长久久 诶 最后也要请教一下加成啊 就是 不是比较敏感的问题 就是 这两个月下来啊 你 算Balance了吗 就是收入跟支出 当然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 还没 因为 因为说真的如果说你要算 哦 如果当月的话是OK的 是Balance的 没错 可是如果要你 要把之前所有投入成本 所有 就算时间成本什么 投入进去是没有的 OK 但至少现在就是 当月每个月的收入支出 都是赢 正向 都是正向 是在我 比我期待中的好 OK 所以这是 算是很不错 而且我们看到是说 你的店里面还很有特色是 不只卖咖啡 不只卖一般常见的下午茶的蛋糕 还有卖 刮包 对 为什么 挂包是一个很冲突 挂包是一个很中式的食品 卤肉 香菜 花生 那个花生糖 花生粉 对 这种东西怎么会出现在一个 我定义可能是文青咖啡店里面 因为 其实这一套有点像是 从台北的 那个 大安区那一块 其实蛮多那种文青咖啡店 卖什么炒饭啊 然后 这一类的 那我的概念是 因为我其实 人与人之间 我一个理念就是 人与之间产生的情感连接 嗯哼 那这个东西是 没有国界 也没有任何界限的 那 对于产品的要求 跟理念 也是这样子 那 我有西式的甜点 然后我也有中式的餐点 青食等 挂包 然后 我的装潢其实也是这样的 我很多 老咕咚 就是 就是阿嬷那个年代留下来 像是什么菜厨那种 对 然后一些 很木 就是很 都是木制的老古董 我都把它 从以前就是留下来 然后 在店里做一个 其实大家说 刚开始我会觉得很怕这有一个很 强烈的冲突 很强烈的违和感 可是来到店里客人说 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可以 融合的这么好 可以这样 对 对啊 没错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融合啦 我那个地方就是想要提倡就是多元化 对 就什么都可以多元 什么都可以相互的跨界合作 或是互相交流 无限的可能 对啊 了解 今天真的很高兴喔 来邀请到我们在淡水区的一个 五项咖啡的这个年轻的老板 张嘉诚 嘉诚其实今年才27岁 但是 已经这个RUN这样的一个咖啡店 那也希望是说可以越来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朋友 或说任何的这个民众消费者 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加成一个尝试的机会啊 五项是 就是数字的五 但是多一个人字旁 项是项弄的项 如果有兴趣的话 上网搜寻五项咖啡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这礼拜 希望好主赛到此告一段落 也感谢嘉诚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下个礼拜 有时间再会咯 拜拜